本地新增13208起冠病确诊率 当中2872人的聚合霉炼检测呈阳 另有1336人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呈阳性 再有6人因冠病病发症而逝世 每周社区病例增长率则为1.39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998个冠病患者住院 96人需要输养 15人在加护病房 新增的13208起病例中 13046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是162起 目前累计病例是379681起